我从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 那个时候的同修差不多有一半不在了 这些人都拿来去了 现在在讲堂里面有一半过去没有见过 这人从哪里来的呢 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走了到哪里去了 年轻人来了从哪来的 岂不是梦一场啊 上一个月我回到新加坡 我们终于在机场餐厅吃饭 我们一共有十一个人做一张大祝福 我告诉我们的同学们 我说你们仔细看 机场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 你们都看清楚了 这些人跟我们一生当中一面之缘 下次还能看到不见得 不见得 一生当中就见一次面 一面之缘 看了之后再也看不到 如果我们走在路上看到马罗汉这些人 你会不会想到这些人跟我们一面之缘 为什么不欢欢喜喜 笑脸相迎呢 这种缘分的一面之缘 也是被千万劫难超越 因此 明白 借无量的 就应当给一切众生 借善愿 借欢喜愿 不要借悟愿 人与人之间 没有什么过去的 弄一趟 假的 未有一样是真人 何必去计较 佛在经典上所讲的 其不就是我们眼前的环境 阿深 阿弥陀佛 阿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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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